好 那李老师今天感谢您抽搐宝贵的时间 那请李老师您对广大的太极爱好者 练习者有什么一些建议 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清楚 真正的太极权的动作什么是对的 他的哲理是什么 不要做错 还有最主要的是 我们不管是有基础的人还是初学者 不要贪学的多 好像我学的动作越多也好 今天学这一套 过两个月又学另一套 然后学了很多学的不经 要争取少而经 这是一点 第二学的不要想着进展太快 一下子浩泽泽就经常就学完一个套路 这个学出来了做不好 一定要慢下来 要静下来 要消化的好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要气嚼蔓延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老想学心的 老想学心的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学的要少而经 如果是搞专业的人 最好懂得多一点 这样的话你才知道 在教学当中叫因才施教 有的人适合练这个 有人适合练那个 这是一样 这也是中医当中叫辩证实质 作为我们做教学来讲 就叫因人而异 区别对待 这区别对待也包括 都是同一个人 然后今天学和过了一个月之后 要求哪都不一样 因此不要着急 这是最关键的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大家是一个大家的 互相学习 相互交流 不要在那儿过多的竞争 因此就不会出现那种 说大话呀 这个那种现象 好 李老师讲的是对的 现在呢 国家提出健康中国2030和体育融合战略方针 其中呢 也强调了要加强体育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 促进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的转变 作为运动康养的体现形式之一 太极拳 这也意味着未来更要服务于全民健康 同时从业者和练习者 也更要加强和完善 抗养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功能应用 刚才讲运动康养 事实上的话呢 我还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养推广工作委员会的执行主任 我们也在去推行运动康养 那就是运动康养是什么 就是简单来说通过运动获得健康和养生的一种方式 都叫运动康养 那太极拳呢 是里面重要的一个体现方式之一 那在这里呢 我也想说几句 因为我同时在推广的太极拳 我希望呢 我们全国所有的太极拳老师 要加强自身的 比方李老师谈到的 中医学的知识理论 这个储备要懂得 然后运动生理学要懂得 这些理论都要具备的 包括运动人体科学 这些知识一定要具备 因为你做的是养生 我希望这些太极拳的爱好者们 或者是教练们 或者是老师们 多学习一些运动康养方面 所需要具备的这些理论知识 及运动康养的其他的一些必备技能 这是我作为北斗大运动康养 推广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的 也是我的职责 我们现在在全国来推 这个喜欢了解这个方面的 这些观众朋友们 可以百度搜一下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养师 我们现在正在培养运动康养师 就是一种知识培训 这里面可以面向我们太极拳老师 太极拳爱好者 医疗工作者 养生工作者 瑜伽工作者 健身俱乐部教练等等等等 只要跟运动相关的 从事想从事这个行业 或者想通过这个运动 获得自身的一个健康的 都可以去这个关注一下 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处 对自己的职业呢 那更加是一个提升 这点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的武术练习 它以前的练习 和我们传统的很多 养生方法的练习 实际上它都有 防病辅助医疗的作用 因此呢 根据社会的变化 我们要有练习方法 或者我们的抗养的 其他的练习方法 另外呢 我们要有好的倡导者 组织者 像刘总这样的平台 还有像前面 这个一公保老师 世界太医全网 这还有很多很多 这都是好的平台 还有就是我们 当然我们作为代表国家的是 中国武术协会 中国武术院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传播过程当中 也是要有科学的方法去教 因此我们练习太习权 练习各种抗养的方法 都是和我们的医学相结合的 因此大家要学我们的中医知识 学中医知识不是 你当然你要会摸脉 会别的更好了 最主要是懂这个中医的 基本的那些哲理 还有就是我们的具体 我们的心态 我们心的进化 它也是连接在一起的 哪一点不好 都会影响到全身 懂这个哲理 现在是很多人在练太极 世界上也很多人在练 因此我们做一个中国人 我们有这个责任感 不用让太极走错 一定要走的路要正 要把他的精髓 把他的真谛掌握好 这样的话就会走近路 就会少走弯路 这样我们的传统文化 才能更好地发展 随后呢 我想说非常感谢 这个刘总 搞的这个节目 非常感谢刘总搞的这个叫搜太极 这个平台 我相信这个平台搜太极一定会越办越好 希望大家多来关注这个平台 多来听各位老师的分享 最主要的是知行刻意 我既然知道了 一定要有行动 要练 练自己喜欢的太极 要坚持 跪在坚持 这一点非常重要 刘家威老师 既是太极 练习者 又是非常重要的传播者 相信 这个刘总啊 这个会搞出更大的贡献 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李老师 也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跟我们广大观众见面 包括接受我们的访谈 在这里呢 我也祝您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也想等到疫情之后 春节之后 我们再找个机会 我们再聚 今天呢 也谢谢各位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 也谢谢你们的这个收集 我们呢 陆续会推出各位名家的访谈 今天李老师这是首期 再次感谢李老师 再次谢谢镜头前的观众们